Hello,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一部《侦探》编程劫匪,抢银行成为社会焦点的故事 郑杜满是一个交警,认真而又负责 或许是因为太不懂得变通和奉承 上级将他派到偏僻的公路去执勤 一通出勤的同事在车里偷懒 他却笔直地站在马路边,等待着违规的车辆 即使是刚刚上任的新上级违规行驶 他都会拦截下来查看价照罚款 客进之手的郑杜满不但没有得到褒奖 反而因为对书长的处罚,遭到了上司的批评 这已经不是郑杜满第一次因为客进之手被批评了 原来郑杜满是一名刑政科的刑警 由于得罪的市长,被降级安排到了交通部门 新上任的书长正在为最近贫发的银行抢奸案发愁 既要收起案情,又要应付记者 杜满是一个对工作极度负责的人 为了不让醉酒的人危险驾驶回家 他会亲自驾驶三轮车载着那些人离开 署长看到街上的防空演习 身死手力之后,决定一葫芦画瓢来一次真正的抢劫演习 这次演习的目的是提高警方和银行的合作能力 缓解市民的紧张情绪 参加的人员广泛,他们通过抽签的形式进行角色的安排 为了鼓励这些人积极参加演习 他们甚至颁出了晋级的奖励 银行职员也不例外,将演习纳入了业绩考核 这可能是杜满翻身的好机会 署长亲自召见了杜满 杜满抽到的本来是巡逻组,却被书长告知要换成抢匪的角色 经过书长荒唐的一番说辞 杜满答应完成这次的任务 此次任务是绝对保密的 就连杜满最好的朋友都不知道他的任务 身为侦探对抢劫事情一窍不通的杜满 开始认真学习如何抢劫 先是观看抢劫的视频,调查附近的监控 练习搏斗技巧,准备抢劫工具 经过一系列的学习 杜满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抢劫犯了 演习正式开始,所有人都准备就绪 看似平静而正常的银行也在等待着抢劫的活动 尽管杜满全副武装还是在进银行的那一刻 就被同事给认了出来 只不过银行服务台的女职员还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悄悄地按下来报警铃 同事上前询问,结果被杜满一枪爆头 这侦探气急败坏地和杜满理论起来 杜满装出一副凶残的样子 让银行的所有人都听从他的命令 同事对杜满认真的态度十分的惊讶 银行职员不解不害怕 而且非常不配合 侦探同事说,要配合这场演习 这个扮演枪匪的人也是一个不会变通的人 半退半就之下 大家开始玩起了角色扮演的戏码 第一次抢劫的杜满 还不是很熟悉抢劫的所有流程 每完成一项任务还会在笔记本上划掉一项 接到报警铃的侦探很快赶来 抢劫的任务很快就完成了 杜满又接到了书长的新指示 让他再演得逼人一些 等待记者的到来 杜满不得不在这里拖延时间 文讯刚来的记者焦急地询问书长 这是否是他们的演习 书长宣称这是一场特殊的演习 会当成真正的案件来处理 没有人知道会什么时候结束 还向记者通报了 他们已经有一名侦探已经被射杀 记者们还抱着看好戏的心态在外面等候 而银行里面的人演绎得更加逼真 有人提议将他们绑起来 但由于没有人愿意付出劳动力 将他们所有人绑起来 很快这个提议就被否决了 杜满更是像一个职业罪犯一样 将僵尸器打住 窗帘拉上 让外面对里面的情况一无所知 这样在外面守候的书长十分的焦急 但是做什么都认真的杜满坚持要当好强盗 不再听从书长的指挥 为了让每个人更加的集中 忽略了时间的存在 杜满将所有人知的手机和手表都收缴了上去 还拆卸了银行大厅钟表上的电池 这样的角色扮演 不是每个人都觉得很好玩的 银行女职员实在是无法忍受这种无聊的过加价游戏 上前找杜满理论 此时的杜满也像极了一位强盗 对女人进行打骂 巴掌声十分的响亮 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当然 遵纪手法的杜满是不可能真的打人 只不过是打在自己的身上 才发出了巨大的抢声 之后 在女职员的身上贴上了昏迷的标签 杜满这个强盗 还十分人性化的让老爷爷 和一位中学生可以离开 老爷爷觉得这很好玩 还可以免费取暖 坚决要留下来 认认真真执行任务的杜满 要求大家把自己当成真正的强盗 之前已经被杜满打死的侦探 突然上前将杜满的枪一把抢过来对准了他 还自称穿防弹衣 自己并没有死 可是中学生提出来 杜满开枪的位置是头部 为了证实这一事实 大家还一起查看了监控录像 银行外面已经围满了侦探和记者 就连特警队的人都赶来了 还专门派来谈判专家 准备和杜满进行交涉 演戏进行的有模有样 由于杜满将银行和外界联系的一切手段都恰断了 外面的侦探们焦急不已 银行内部也不平静 其中一位女警官是武术冠军 决定用自己出色的武术制服杜满 可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杜满手上有枪 女侦探一枪倒地 杜满现在已经射杀了两个人 女侦探的挺身而出 造成了他们每个人都要跪在地上的悲惨状况 这还真是陪疯子玩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杜满手脚上来的手机只有一个响了 他接过电话一本正经的说道 他的儿子已经因功殉职 只让躺在地上扮演死亡男侦探十分的生气 但是又没有任何办法 银行外面的谈判专家已经开始和杜满交涉 和感冒谈判专家连说话都说不清楚 侦探们将近一切办法要冲进去 他们仔细研究银行的布局图 而杜满反侦探的能力也极强 早已洞悉了侦探们的一切行动 率先找到了金库的位置 以及预测了侦探们即将到达的路线图 侦探的一路小分队已经到达银行内部 早已在银行金库地点等候的杜满 不慌不忙地让银行行长将排风系统关闭 进去的侦探们差点因窒息而死亡 关键时刻杜满将银行的门打开 这些人才得以生还 而外面的记者已经开始报道最坏的假设 这是史上最严重的抢劫 七名侦探遇难 天色逐渐暗了下来 侦探们还是束手无策 没有任何进展 银行的人只经过一天的折腾 肚子都已经饿得咕咕叫了 没有失误的补给 又玩了一天的角色外野 大家都有些疲倦和抱怨 李小姐的情绪再次失控 她和杜满争吵了起来 经过杜满的一系列手段 李小姐再次被制服 牢牢式地坐在椅子上 还被贴上了新的表现 银行外的记者开始采访杜满的好朋友 意外地牵扯出了市长谈问案 但是他们就是找不到证据 因此还被市长报复降职做交警 记者将采访进行全国不放 侦探们想要停下来已经不可能了 只能硬着头皮 想办法尽快将杜满制服 但是突发情况发生了 人质中有一名孕妇即将临盆 杜满暂停了 将孕妇送了出去 丁切表示他不会停止下去 但作为侦探 只要书长下命令 他就会停止的 书长让他坚持下去 杜满要当一个称职的抢肥 他提出人质酒饭 本以为可以显示自己正级的书长 毫不犹豫地答应自己可以作为交换 但是杜满被拒绝了 他一放出去的孕妇 交换了一个摄影师 摄影师进去之后 为杜满拍摄了一段自己的自处 他表示这次的演习 已经完全超出了自己的预想 严重超时 但是他们警务人员 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民众 突然杜满放在一边的枪 不小心走过 这不仅引起了银行内的骚乱 还引起了外部侦探的骚乱 省侦探署长都打来了电话 来询问情况 侦探决定要牺牲其中一个来保全大局 他们让狙击手埋伏在银行的四周 下达了射杀的名列 看来他们是没有能力活捉抢匪了 银行里的一位眼镜男 因为重度感冒过吃药 为了让眼镜男保暖 杜满将自己的外套给了他 这也导致侦探直接判断事物 将其误杀 即使是假的子弹 也显示出侦探的功能 人质一个都没有被解救出来 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八个人 这时侦探招来杜满的母亲 试图以母亲动情的话来让他投降 只死莫若母 母亲知道这是无法劝读他的 杜满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十分认真的 全国都在关注这场演习 本想利用这场演习来提升自己的政绩 没想到却被杜满弄成这个样子 他不会投降 是因为自己的母亲没有动情的哭泣 因为他不是真正的强盗 他是侦探 侦探的母亲不会感到伤心的 如果是真的强盗 任谁都会伤心 杜满一度成为社会焦点 各家电视台纷纷报道 杜满也借机说出自己的诉求 要求为他准备一辆大把车 自己会在三浦海港结束这场演习 每十分钟会射杀一个人 直到自己的要求被满足 这次演习活动成为上层人 追名逐利的现场 市长侦探纷纷扮演英雄的角色 杜满也被电视台采访 他后悔扮演这个角色 还牺牲了那么多人知 十分钟一到 杜满将视像师射杀 又十分钟过去了 侦探没有按照他的要求 派来一辆大把车 沉迷于决策中的杜满发了火 以人质的安危 威胁侦探派大把车来 无可奈何的侦探 只能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大家都在全说杜满 放弃这场荒唐的演习 但是杜满坚持要让他们上车 人质的人数 侦探并没有掌握清楚 因为有两个人拒绝被摄像师拍摄 他们以为是13个人 其实是15个人 经过乔装打扮 他们每个出来的人 都看不到裤子和脸 侦探无法判断哪个是杜满 无法进行准确的射杀 就这样他们变换位置 遮遮掩掩进入汽车里 他们一行13个人乘着大把车 把所有的侦探都引开了 杜满和银行职员全作会 留在了银行里 在银行等待时机逃走的杜满 忽然间还发现了市场贪污的证据 经过一番奋力追捕 没想到车里全是人质 而郑杜满还在逍遥法外 杜满开车带着全作会 前往演习结束的目的地 在途中被侦探拦截 但也被杜满巧妙脱身 杜满先侦探一步到达了海港 侦探紧随其后找到了郑杜满 署长认为郑杜满没有赢 但是杜满如果真正是强盗 在杀死八个人之后又被侦探抓到 他已经完全没有生的希望 只有一死 随着杜满的自杀演习结束 被杜满整得焦头烂额的署长 在最后收到了一份杜满的大礼 就是杜满在银行找到市场贪污的证据 最后杜满再次回到了银行 这一次他遇到了真正的劫匪 成为刑警的杜满勇敢出击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是韩国喜剧电影《率性而活》 通过杜满扮演劫匪这场演习活动 充分展示了某些部门不作为 为了寻求成绩 不惜动用一切社会资源 而不是脚踏实地的办事 杜满这种踏实办事的人 却被当作异类被排挤 即使做强盗 杜满都是非常认真的 这让很多人去反思自己的工作态度 生活没有捷径 只有脚踏实地 本末倒指不是社会前进的一个正确方向 这是一部非常幽默的电影 聊游条我十分推荐本片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